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加坡第一所传统寺庙,库米山普爵禅寺。 这是一所于1921年建成的寺庙,创始人是传道方丈。 然而,在1943年,传道方丈却不幸离世了,红川法师则成为了这所传寺的方丈。 这所寺庙一共有五个值得你去看眼的地方,那么今天就由我来让你大开眼界吧! 这五所地方就是大慈大悲观音菩萨的雕像所在的大悲殿。 不仅如此,在寺庙内还有一个龙池。 这里环境优美,又如人间仙境,美妙极了。 出家人都必须去的甘露祭堂。 祭堂旁边还有这所寺庙唯一一个无敌树。 有上千万本佛书的士尼亚图书馆,图书馆旁边呢, 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观世音菩萨。 最后我们来到了无香殿。 这里面是一尊目前全亚洲室内最大的钢佛。 高13.8米,重55000公斤。 在台湾制造,拆域后,还运到新加坡,再与此店内重新组合。 现在你对光明山朴卓蝉寺了解多了点吗? 若是对朴卓蝉寺感兴趣的话, 它位于88 Bright Hill Road,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哦。 那么就到这里吧,再见! 再见! 再见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